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我们来试广汽丰田的威兰达2.0升自然吸气四驱的高配车型 为什么要专门来试一下这台车呢 因为威兰达整个车系四驱形式有三种 分别是2.0升自然吸气的四驱低配车型 它用的是厂家称之为DTC的一个比较常规的适时四驱 那我们这一台用的是厂家称之为DTV的一个动态始量分配的适时四驱 它和之前的DTC相比 那它最核心的优势或者说区别呢 就是后桥的扭矩可以在左右轮之间自由的分配 这个分配的比例呢是横跨了0到100 那双勤车型也就是油电混动的车型 还有一个E4的电动的四驱 它是在前驱双勤车型的基础上 在后桥加了一个驱动电机 以此来实现四轮驱动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重点啊 是我现在开的这台DTV的2.0升自然吸气的四驱高配 那刚才所讲的它的后桥的动力可以在左右轮之间自由分配 这个主要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两点 一个是你过弯的时候它可以辅助你的操控 有一个更好的操控的表现 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 它可以给你的外侧的后轮更多的扭矩 给它更多的动力 那你就会感觉这个车在过弯的时候 行迹性会更好 过弯的时候会觉得更灵活 那第二个主要的优点就是帮助脱困了 那比如说你的后桥有某一个车轮打滑 已经没有抓地力了 已经不能实现正常的驱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除了可以依靠常规的电子线滑 给打滑的车轮进行制动以外 还可以把扭矩尽可能的分配到另外一侧 还有抓地力的车轮 以此来帮助你脱困啊 主要就是这两点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这一次的试驾行程啊 其实有走了一些穿越的这个路径 不能说是越野 那在一些有可能打滑的路段 都会觉得这台车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但是一些很严苛的越野路段 其实我们是还没有体验到的了 那在街道上开呢 这台车先说一下动力 2.0升的暂性气发动机 171马力 209牛米 配的是一个模拟时速的CVT的变速箱 那这套动力呢 你确实撑不上有多强的爆发力啊 但是平顺性真的是没得调 一日常开的时候 是不会觉得这台车有任何的顿挫 或者说一些闯动出现的 平顺性是非常非常好 那底盘的质感呢 其实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 丰田所有换代的车型都是DNJ 这个新的架构下面的 那在DNJ架构之后 所有的丰田车底盘质感 跟之前老的车型 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啊 现在会感觉更有韧性一些啊 不至于颠得很难受 而且底盘的整体感会比较好 不会像之前几年前的老风电车 可能新车买回来就会觉得底盘有点松散 这方面的进步其实是很明显的 那这台车主要的不足之处啊 是在于你急加速的话 那动力的后劲会显得不是那么够 而且转速会比较高 发动机的声音会比较吵 整个车厢内就不是很安静了 那关于这台车的主被动安全 和驾驶辅助的功能呢 我也想再提一下啊 它从次D配的车型开始 就普及了它的主被动安全配置 和驾驶辅助的配置 也就是说你去买次D配车型 和你买最顶配的车型 在主被动安全和驾驶辅助的功能上 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还是比较厚道的 我今天开了一下这个车呢 你如果打开它的自身巡航 和车道保持的功能啊 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L2的驾驶辅助 那虽然它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 很多余的一些功能 但就在这两个最核心的功能点上 其实它的调教还是很完善的 就来说在车道里面 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居中的位置 而且转向的调节是比较细腻的 它不会出现在车道里画龙啊 左右的扭摆 或者说很突兀的抢方向 这样的情况 这台车不会有的 那自适应巡航呢 你设置好一个跟车的距离之后 它的加速和减速的动作都会比较温柔 不至于很突兀的加速 或者说猛烈的减速 让你有一些前仰后合 这台车在开启它的驾驶辅助功能的时候 表现的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 看好了之后 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静态的部分 外观设计就不赘述了 说一些重点的细节 LED大灯是全系标配的 从次第配开始 就自适应远近光的功能 轮圈呢 基本上是以18英寸的配备为主 只是在2.0升自然吸气 燃油版本的尊贵版车型上 会用到19英寸 而后备箱的电动尾门这个配置 是只有尊贵版才会有的 来到内饰的话 内饰的设计是比较有棱有角一些 这里这个细节我比较喜欢 有一个储物的槽 可以说是借鉴了 现款汉兰达的一个成功经验 对使用性还是有加分的 配置层面 同样是比较实用的 座椅通风和加热的功能 要到尊贵版才会有 主被动安全和加热辅助 是从次第配开始就标配了 就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尊贵版这个最高档的配置 还多了一些功能 就比如说内后视镜的自动防旋幕 还有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等等 听完这些配置的罗列 可以说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判断 这台车其实使用起来 最便利最舒适 最值得去买的配置 就是尊贵版 但是尊贵价格也会高一点 这是丰田非常精明的地方 相信很多现款 潘兰达的车主 在选车的时候都已经领教过了 要买就要买顶配的 实用性的层面 后排有正常的两拳多的腿部空间 是完全够用的 中间有一个不算太高的凸起 可以接受 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580升 造型也是比较工整的 后排座椅可以比例分折放倒 放倒之后接近全屏 这个实用性还是不错的 这台车到底适合哪样的人来买呢 其实我做了一个分析 如果你是20万左右的预算 像麦克太合资品牌的SUV 你可能会有比较多的 像湿滑路面或者非铺装路面 这样的使用场景 或者你个人是比较看重 它的四驱性能 同时你又不想买混动车型 你想买传统的燃油车型 这一台威兰达的 2.0充自然吸气四驱的高配车型 就会比较适合你 因为它有一个很平顺的动力 有一个和竞品相比 有优势的四驱系统 再加上丰田在可靠性 在质量在稳定性 以及保质率方面的口碑 相信它是能比较好的 满足你的需求的 好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简单聊到这 我是徐超 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